姐姐眼睛里揉布的沙子 公司要裁员 爸爸请领导吃饭 想让他介绍新工作 却被姐姐直接取报 爸爸着急解释 姐姐却直接冷嘲 爸爸 你知道我眼睛是揉布的沙子的 爸爸因此被气得心梗 直接卧床不起 为了贴补家用 妈妈在金圈太子爷家当保姆 把他们扔的衣服捡回来重新缝改 姐姐却上网曝光 妈妈是黑心保姆 偷窃主人财物 就这样 姐姐成了公正无私的女神 爆红全网 吸引了太子爷的注意力 我去找姐姐讨要说法的时候 却被姐姐直接推向车流 你作为女儿 没有好好地劝说爸妈 你真该死啊 在睁眼 我回到了他要取报爸爸的时候 酒店包厢里 姐姐突然闯了进来 愤怒道 爸爸 你居然给领导送礼 你这种行为真是自私到了极点 怎么对得起其他被辞退的员工 爸爸 你知道我眼睛是揉布的沙子的 他的声音很大 瞬间就吸引了周围路过的人 全部都探头进来看 看向爸爸的眼神都露出了鄙夷之色 爸爸张红这一张脸 急忙解释 我 我就是想请主管帮我介绍个新工作 姐姐神色厌恶 拿出手机就开始拍了起来 爸爸 事到如今了 你居然还这么执迷不悟 就别怪我发到网上 给大家一个交代了 这场景太熟了 熟到我无数次出现在了梦里 每次我都后悔不及 当初若是护着爸爸 他也不会气得中风终身瘫痪了 妈妈也不至于一把年纪了 还去给人当保姆 还被姐姐网抱了 前世的那么惨痛的事情 这一事绝对不能再发生 我疼了一下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抢过姐姐的手机 姐姐 你要是有病 就医院看病 别对我在这里发颠 爸爸在公司 当了十年的高级技术工 本来裁员没有轮到他 是他把位置留给了一个 刚生三胎的人 李主管这些年来 一直把爸爸当兄弟看 外面有好的工作机会 帮爸爸介绍一下 这一情与李都没有任何问题 再说了 你见过送礼 还带着孩子来的吗 这一番下来 不仅把事情真相说了出来 也把李叔叔捧了起来 不用担心 他不给爸爸介绍好工作了 本来指责爸爸的声音 也全都指责起了姐姐 有讥讽的 有嘲笑的 还有骂他是白眼狼的 姐姐不屑地轻哼了声 理直气壮道 我这也是担心爸爸犯错误 再说了 单独宴情 本来就容易误会 前世他也是这样 事后轻飘飘的一句话 就把他摘干净了 我让他去网上澄清 他却说 一个巴掌开不响 要是爸爸真的没有问题 那大家也不会这么说他 真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了 我神色冰冷地 盯着他手上正在直播的手机 讥讽道 所以有误会 就直接开直播声讨 姐姐眼里闪光了心虚之色 脚变道 我只是路过而已 恰好看到爸爸在给李叔叔敬酒 说什么找工作的事情 所以误会了 我双手还胸 冷嘲道 我们半个小时没出包厢了 你是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才路过 就算是真误会了 你这个作为亲生女儿的 不也应该第一时间问清楚情况吗 我看着你 这不像是眼睛里融不下沙子 就是为了单纯地蹭热度 搞一论吧 妹妹煞时间脸色惨白一片 但目上也热烈了起来 纷纷指责 我TMD还以为是什么大义孽亲的剧情 结果是乌龙一场 反正我女儿要是敢这样 我打断她的腿 就是这种吃里扒外的货色 当初就不该生下来 其实就算爸爸真的请主管吃饭 那也是人之常情吧 毕竟工作十年了呀 谁舍得呀 但没想到 她爸居然为了刚生三胎的小孩主动离职 真是个好人啊 妹妹也帅气 这么护着爸爸 圈粉了 姐姐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转身救出包厢门 一口一个宝宝地和网友们道歉 我冷冷地看着她离开的身影 既然这么喜欢网报 那这一事我就成全她 三爸爸和李主管的饭还在继续 脸上都带着笑意 前世最大的舆论危机就这么解除了 李主管给爸爸介绍了 七八个行业内都不错的工作 临走时还拍了拍爸爸的肩膀道 一位伸长道 老周啊 你这倒是生了好女儿啊 以后可以享福咯 爸爸里出了大白牙 自豪又骄傲地道 那是 我这辈子没出息 但我闺女有大出息 要是我真有大出息的话 前世怎么会保护不好她和妈妈 还因为没钱而选择让她保守治疗 博手紧紧的钻成权 绝不会再重蹈覆辙 开车回去的路上 爸爸脸上显马的骄傲和自豪 还是我们家淡淡厉害 你姐姐那么莽撞的冲进来说受贿 我都搞不清情况 你几句话就解释清楚了 今天还好是带着你 我被大家误会 倒是无所谓 但不能害了人家李主管 他可是好人啊 不过你也别和你姐姐太计较了 他从小就任性惯了 做事没点分寸 特别是自从有了当网红的梦想后 就开始乱来 我抬头看着喋喋不休的爸爸 鼻头有些酸涩 不过四十出头的年纪 就已经有了少许的白发 这些年 妈妈一直在家里照顾我和姐姐 都是她在外打工 支撑了我们这家 工作那么多年 从未曾迟到请假 有病也都是硬扛过去的 父爱如山高 母爱如海参 从小被宠到大的姐姐 她也不配得到这么好的父爱母爱 姐姐这几天活了起来 因为有个大博主 把她的直播视频剪辑了起来 开始各种daves 说她这种就是白眼狼 吃里扒外 养她还不如养得胎盘 网友们直接在姐姐的视频账号 各种辱骂 带节奏 于是姐姐找到我 想让我帮她澄清 妹妹 现在网上都在骂我 你帮我澄清一下 说那天爸爸其实就是送礼 只不过还没开始 就被我打断了 反正爸爸也已经离职 拿到赔偿金了 暂时一段时间不上班 我们也饿不死 如果我接住这锅流量了 那以后我肯定能赚很多钱 爸爸也完全没必要上班了 在家里过开养老 要不是前世 他当上网红赚到前后 拒绝出钱给爸爸找护工的话 我或许就相信了 我压下心中怒火 厌恶到 爸爸清清白白大半辈子了 你居然为了你的一己私欲 毁了爸爸的名誉 姐姐气得脸上红一片 修脑道 当初要不是你横插一脚 我至于现在被网报成这样吗 没错 爸妈把你养大 还不如养个胎盘 至少不会这么狼心狗肺 从小到大你就虚荣 别的小孩要公主裙你也要 还非得要明牌衣服鞋子 吃穿用度也都要好的 还嫌弃爸妈穿得不好看 不让他们去参加你的家长会 你羡慕别的孩子学钢琴 你也死活缠着爸爸给你买 一家钢琴三万块 钢琴课五百块一节 你上半年就嫌累不上了 结果爸爸还债都还了三年 但凡是个人 都不会说出你这种丧良心的话 姐姐被我对的脸都白了 神色怨恨倒 不帮忙就不帮忙 没有你我自己也能搞定 我直接发了个白眼 转身就去学校了 任由他破口大骂声 在身后响起 我只觉得悦耳 晚上回到家 看到爸爸手里拿着的 一叠公司的宣传册 我询问 这些都是李叔叔 给你介绍的公司吗 爸爸笑着点头 嗯 都是大公司 福利待遇也不错 有几个公司里主管 也能光芒内推 但那些公司都太年轻化了 我现在这个年纪 也有些不合适 正在犹豫选哪家公司 我接过爸爸手上的宣传册 一眼就看中了 新能源汽车的宋氏集团 虽说如今还不是龙头老大 但是很快就是了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家很尊重技术员 不会羡慕杀鱼 我指着最上面的宋氏集团宣传册 爸爸 你选宋氏集团 爸爸眼睛砰发了一丝光亮 但是很快又熄灭了 自嘲道 你倒是眼光好 一下子就挑选了最好的公司 但他们家能喊高 我的技术虽然在同行看来还可以 但是他们公司很多都是留学生 高级工程师 我这种估计去面试 也就是浪费时间 我拍了拍爸爸的肩膀 家有股劲道 爸爸 你太看地自己了 平时你不都劝我们要自信 要相信自己吗 宋氏集团研发新能源的方向 刚好就是你的专场 你也热爱 为什么要放弃这次机会 就算面试失败了 你至少也不会遗憾 如果成功了的话 赚的钱也更多 就算为了这个家 为了我们以后更好的生活 你也得去试一试 听到我这么说 爸爸眼神也亮晃了起来 我嘴角上扬 这才是我爸爸嘛 而且我有记忆这个外挂 如今还没有研发出来的 新能源汽车 前世我可是亲手测试过 性能 动能 舒适度 各种测评我都记得很清楚 只要爸爸有面试的机会 那进宋氏集团 就是易如反掌 就在爸爸准备 宋氏集团面试的资料时 妈妈找个保姆工作 那时妈妈是为了家里生计 被逼无奈 可是这次她却是主动 效应引导 你爸爸年轻的时候 就想研发新能源汽车 但那时前景不好 为了我们一家人 所以才没有去做 现在别说等半个月面试了 那就是等半年也是应该的 如今你和姐姐也快要毕业了 我在家也没事做 出去做点事情 赌贴家用也挺好的 姐姐当急脸就垮了下来 不行 妈妈你当保姆就传出去了 我以后怎么在朋友面前抬得起头 妈妈露出了讨好的笑容 一个月工资有六千多呢 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收费不够吗 以后给你加到三千五 姐姐冷哼了声 还是嫌弃的 说什么都不行 我们家又不是接不开锅 实在不行 我就率先发言 对 妈妈你别去当保姆 爸爸你也别去面试了 反正爸爸的赔偿金 够你们养个十年八年的 到时候我工作得养你们 以后我和姐姐的生活费 自己赚就行了 勤工俭学到处都是 饿不死的 姐姐就是被你们养得太好了 觉得你们牺牲了大半辈子 舍不得吃穿照顾 他是应该的 姐姐对我对的脸色难看的不行 妈妈打圆场道 我知道你们都是担心我累 这家雇主是宋氏集团的夫人 他人特别和善 家里保姆都有十几个 活不累 就是修剪一下花园 姐姐震惊 妈妈 你是去送臣一家当保姆 瞬间秒变脸 笑得热情又主动 那你赶快去当吧 平时要是活往过来可以叫我 我大四刻不忙 随时都有空 前世他也是这样 前一秒还要死要活的拒绝 后一秒就立刻变态度 那时我还单纯的以为 姐姐是想明白了 原来他早就对宋太子爷动了心思 也是刻意曝光 妈妈减堂家里衣服 为的就是吸引太子爷的注意力 真是又蠢又坏 一如前世一般 姐姐开始每天打听宋家的事情 而且以前酱油瓶摔了都不服的她 现在开始主动帮妈妈做起了家务 就是为了讨好妈妈带她去宋家 妈妈只当姐姐长大了转性了 直到心疼她了 没多想 偶尔妈妈也会在饭桌上 吐槽宋家人的铺张浪费 明明就两个人吃饭 可是每次都要八菜两个汤 也都吃了几口就不吃了 家里的鲜花 海鲜还有水果 都是每天早上空运过来的 漂亮是真漂亮 但也太浪费了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 每次姐姐都听得特别认真 眼神也是炙热一片 这是在幻想以后 嫁给太子爷后的豪门生活 我勾唇冷笑 明明有手有脚 却非得想着靠男人 还不惜把爸爸气死 让妈妈遭遇各种网报 真的是比畜上还畜上 爸爸从宋氏集团面试回来了 满脸洗色 手里还淋了一箱螃蟹 妈妈高兴道 老周 你这是面试上啊 爸爸眼神里满是骄傲之色 那当然 我手上寄出那些 流洋回来的工程师都比不上 但我终于直接去入职 工资是之前的二倍 这多亏了南南 和我说了不少新能源的发展方向 他们听的眼睛都亮了 当即就办理了入职 我本来买了两箱螃蟹 去感谢李主管的介绍 可他只留了一箱 说还有一箱 让我带给南南吃 还让南南以后有出息了 别忘了他 妈妈激动了不行 那就好 那就好 你进去了就好 看向我 眼里满是欣慰和自豪 我家南南 这也太有出息了 我嘴角上扬 笑得傲娇道 那是我什么时候没出息过了 晚上饭桌上 姐姐得知了爸爸面试成功后 脸上写满了不可知信 宋氏集团很难进的 我一个学长从国外学这个专业毕业 都被拒了 我一脸骄傲道 那又怎么样 爸爸可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 对了 妈妈 现在爸爸工作找到了 你就别去当保姆了 妈妈还没说话 姐姐就急忙出声拒绝 不行 我吃笑了声 嘲讽道 当初妈妈去当保姆 你是第一个拒绝的 说是让你多人现眼了 现在家里不缺钱了 妈妈不需要当保姆了 你又是第一个反对的 姐姐 你到底在想什么 爸妈也一脸不解地看着她 姐姐眼里闪过了一丝心虚 呼得到了什么 一正死眼道 妈妈这才刚去宋家没做多久 现在突然要走之不合适啊 而且也会让介绍人理审难做 再说了 爸爸这只侥幸见了宋家 万一没做几天就被开除了 那情况不就很干大吗 我这也是为了家里好 虽说这个理由有些牵强 但也不是没道理 妈妈点头 姚姚说的对 那我再做一段时间 等爸爸彻底稳定下来了 再和林沈说 姐姐顿时松了一口气 擦拭了一下额头的冷汗 我勾唇冷笑 看来她还是不死心 想着宋家太子爷 我正坐在阳台看书 就看到妈妈拎回来 拎大袋的衣服回来了 妈妈一脸惋惜 心疼道 喃喃 我看这件衣服都还蛮新的 质量也好 扔掉太可惜了 就都捡了回来 这件衣服我洗干净了 给你剪裁成 当下流行的新款裙子 怎么样 我瞥了一眼姐姐的房间 微笑道 妈妈 我穿之前的那些衣服挺好的 也没有坏 能穿好久呢 这些衣服 我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吧 他们才是真的没有衣服穿 正好我学校有专门捐献 给贫困山区的渠道 你把这些衣服改小一点 等洗干净了 我就带去学校捐了 妈妈眼睛一亮 我们家喃喃说的对 贫困山区的小孩 更需要这些衣服 当天下午我就和妈妈 把这些衣服改好 全部都发出去了 和朋友旅游了一周回来的姐姐 看到我在晾衣服 而且全都是国际一线奢侈品 震惊道 妹妹 你哪里来的那么多名牌衣服啊 我洋装天真道 都是妈妈从宋家捡的 都捡了好久了 你都没发现吗 姐姐顿时眼里就亮了起来 拿着手机就对着衣服 拍了七八掌 还拿了几件往包里塞 跑回房间里 换了件粉色的连衣裙 又补了个妆 这才急匆匆的往宋家赶去 我也拦了一辆车 跟上了姐姐 宋是半山腰的豪宅普通人 是进不去的 但是因为我和姐姐 都来这里给妈妈送过东西 所以门内并没有拦着我们 进了别墅后 姐姐就直奔妈妈 平时工作的花园 发现她在给宋夫人捡花 而且宋太子正在边上来手游 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让她激动的浑身都发颤了 她整理好衣服和头发后 打开了直播 直冲冲的走到妈妈边上 愤怒的把包里的衣服扔到地上 妈妈 你怎么可以偷骨主家的衣服呢 还连续偷了一个多月 这些衣服都是奢侈品 每件最少都是七八万 你这数量巨大 是要判刑的 你知不知道 如果说我们家都吃不起饭了 那勉强情有可原 可爸爸一个月工资三万块 足够支撑我们一家人的开销了 妈妈你这样 也太让我失望了 宋夫人看了眼地上熟悉的衣服 脸色阴沉下来 小李 这怎么回事 妈妈急忙解释 不是 这衣服不是我偷的 都是我在垃圾桶里捡的 姐姐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打断道 妈妈 现在都铁证如山了 你要是还不承认 我就只能报警了 虽然你是我妈妈 但是犯法了 就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说着又对宋夫人和宋太子爷 据了一躬 满脸欠一道 对不起 我向我妈妈做的事情 和你们道歉 我待会就会回去 把妈妈所偷你们的衣物 全部归还 你们可以派人检查一下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东西 遗失了 虽说我还是大三的学生 没有钱 但我就算打工一辈子 也一定会归还妈妈 给你们造成的所有损失 真的非常抱歉 这白莲花绿茶婊 演得还真好 直接给妈妈定罪了 我上前一步 一巴掌狠狠地 甩在了姐姐的脸上 你确实是非常的抱歉 居然污蔑妈妈是小偷 有你这道女儿的吗 宋夫人 因为你们都是每周五整理衣服 丢到门口的垃圾箱里的 那边有监控 可以去查一下 就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假了 而且所有的衣服 都是我带到学校 统一捐献给贫困山区的 这是证书 上面还有纲印 说着拿出了捐赠证明 姐姐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 但依旧一正字眼 那就算是捐的捐献 给贫困山区又怎么样 那妈妈 这也是康他人之开 用别人的东西 给自己博好名声 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行为 只能说他脑子转得确实快 但我早已经预判了他的预判 勾纯击笑道 姐姐 你好好看看 这上面的捐赠人是谁 捐赠证书上赫然是宋氏集团 姐姐直接傻眼了 目瞪口呆道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这证书绝对是假的 我随即拿出手机 找出贫困山区孩子 收到衣服的视频 别的可以作假 但他们脸上一张张洋溢着的笑容 还有身上的衣服 却是清晰可见 宋夫人接过我的手机 看着里面那些瘦骨铃熏的小孩 眼眶都发红了 这些小孩子也太可怜了 待会我就叫助理 去采购一批孩子穿的衣服 他们这些衣服都是改小了的 穿得还挺合适的 小李 你这真是有心了 妈妈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我从小就没有上过什么学 跟着奶奶一起学裁缝 太难都不会 把衣服改小还是可以的 宋夫人轻笑了声 改得很好 你谦虚了 看着我眼里写码的赞许 你叫周丹丹是吧 是个好孩子 比我们家臭小子有本事多了 宋太子爷也没反驳 笑着和我汗手 这真是无心插柳 柳成英 看着旁边气得脸色惨白一片的姐姐 我勾了勾唇 她这场直播可还没关呢 等姐姐反应过来 要关直播的时候 已经晚了 被骂上热搜了 主播周瑶瑶 污蔑亲妈是小偷 这绝必是大傻子 直播全程看了 冤枉亲妈偷顾主家东西 逼亲妈去警察局自首 结果被妹妹打点衣服 是捡了捐赠给贫困山区 拿出证书被质疑是假的 最后小孩子的感谢视频 才挽回亲妈的声誉 前两个月她也直播了 举报她亲爸行贿主管 结果也是一场乌龙 这真是大笑子 最讨厌这种圣母表 站在道德的最高点了 真替MD的恶心 难怪现在这么多人 不愿意生小孩了 就怕生这样的畜生出来 就算他妈真的是 偷了顾主家的东西 那还不是为了养他 妈妈和妹妹 穿得都那么朴素 就她一个人光鲜亮丽的 这又当又利的 真让人作呕 网友们又开始 各种网报姐姐了 这次比上次网报的更为严重 还被官媒点名批评了 气愤的网友 直接在校门口守着 她的电话也被打爆了 私信也全都是不堪入目的辱骂 如果说之前 污蔑爸爸受惠的事情是巧合 可以原谅 那污蔑妈妈是小偷 还要送去警察局的话 那就是故意的 为了流量 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任谁都无比寒心 宋家太子爷宋陈毅 开着超跑来学校找我了 他本来就长得帅 这跑车炸街 更是让不少女生都尖叫了起来 周南南 有空晚上一起吃饭吗 我微笑着点头 正好这个点池塘的红烧肉刚出来 特别好吃 宋陈毅愣了一下 嘴角就扬起了一抹好看的弧度 好 他没有一点富二代的架子 排队 打饭没有点不耐烦 挑食也是真挑食 但吃相特别的斯文儒雅 挺让人赏心悦目的 饭吃完后 我轻笑道 宋少 你特地来找我 应该不是吃饭那么简单吧 他也不藏着掖着 笑着汗手 嗯 我听梁教授夸过你好几次 说你很有天赋 你爸爸的很多优秀的建议想法 也都是出自你之口 新能源是未来的趋势 而国内我们新能源 也是能排进前三 前景非常大 所以我想邀请你 加入我们宋氏集团 薪资待遇你可提 宋氏集团 国内前三百强的企业 每年都会在学校招生 但名额却不超过五个 而我这是直接被副总裁邀请 还是这种薪资待遇 这放到前世 我都是想着不敢想的 虽然很心动 但我还是拒绝了 宋少爷 感谢您的台爱 但我更喜欢学校的氛围 不出意外我会读博 然后留校当老师 宋陈毅笑着点头 来之前我就和你父亲谈过 他说你大概会拒绝 所以我想了个备选方案 当我们公司的特邀技术顾问 年薪二百万 我顿时眼睛一亮 宋副总合作愉快 宋陈毅看着我 嘀嘀地笑出声和声 合作愉快 男人钱财 替人消灾 更何况还拿了这么多钱财 我共享了新能源未来的趋势 让他节约了两个小目标的研发费 同时还缩短了时间周期 还和他分析了一下宋氏集团的利弊 好比掩饰这顿饭吃冰克敬欢 刚进家门 就对上了姐姐阴冷的眸子 他咬着后槽牙 呃狠狠道 周南南 你和宋少爷是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会送你回来 我轻笑了声 挑衅道 这还不明显吗 他在追我 顿时 姐姐双目心红 眼里似乎可以喷出熊熊烈火 难怪前几天你突然出现 帮妈妈解围了 原来你就是为了勾引宋陈毅 明明是我更早喜欢他的 你为什么要和我抢 爸妈也不是好东西 他们从小到大就偏心你 周南南 你别得意太早 我会让你们都付出代价的 我嘴角上扬 眼神里却冰冷一片 好啊 我等着 很快 我就知道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了 她短视频账号被封了 所以她微博写了一篇长长的文来 控诉我和爸妈 我就是主播周瑶瑶 让你们见识我爸妈 还有妹妹的真实面目 寄生虫 我知道很多人都骂我 说我是白眼狼 说我这么污蔑 爸妈死后要下地狱 说我妹妹善良大义 实际上他们都是假的 宋氏集团有多难进 大家都知道吧 可我爸爸四十多岁 不过高中学历却进去了 还是主管 而我妈妈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村妇女 大自都不认识几个 可现在是宋氏总裁夫人的好闺蜜 原因是爸妈为了攀附权贵 让妹妹先生了 换来现在的荣耀和财富 我只是眼里柔布的沙子 看不得明明有手有脚 却非得攀附权贵 所以我就被他们殴灭迫害 找那么多水军黑我 网爆我 仅仅是因为我不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 我不知道到底是我错了 还是这个世界错了 因为他最近的热度很高 所以这篇小作文异常火爆 再搭配上爸爸在宋氏集团的工作证 妈妈和宋夫人一起做慈善的照片 最后还有我从宋陈衣跑车上下来的照片 这可信度立刻上去了 卧槽 没想到这是居然还有反转 照片都是真的 在网上都查得到 周瑶瑶没有说谎 你没做错 做错事情的是你爸妈还有妹妹 他们都是一群势力拜金的寄生虫 爱假惺惺惺惺的妈 贪犬虚文化 还有一个绿茶表妹妹 周瑶瑶这是聚残英语的 一家四口 唯独就你三观证 周南丹去死吧 爸妈看到小作文后 差点欺诈 怒喝着要姐姐澄清道歉 不然就要断绝关系 但姐姐特别的刚 拒绝道歉 直接离家出走了 还在网上发了麦惨说 被赶出来了 这一下子 网上骂我和爸妈的人更多了 彻底到了舆论的最高潮 就在这时宋陈毅也出手了 在官方微博下 挂了一段爸爸全英文的 和国外著名的高级工程师的 探讨设计方案的视频 在出现分歧时 爸爸徒手画出汽车内的 所有汽车零件 当场震惊了所有在场的大佬 佩文 学历和年龄 在真正有实力的人面前 不值一提 晒出妈妈的视频 则是朴素多了 就是在去偏远地方 捐赠物资的时候 有个小女孩吐了 妈妈当即就用手去接 脸上没有任何嫌弃 只有满满的心疼 佩文 若是人有369等的话 那善良是第一等 至于我 只是简单的一张 和国内物理太斗梁教授的合照 佩文 梁教授关门弟子 明明什么都没有说 却足够打姐姐的脸了 顿时网友们一片哗然 当初骂得多狠的 现在道歉就有多诚恨 这真是一门三劫呀 牛逼的爸爸 善良的妈妈 还有低调的妹妹 我爸爸是高级工程师 在国内排的上名号 现在要找他联系方式 说想约他吃饭 交流技术 不是 姐妹 你是物理系权威梁教授的官门弟子 这要牛逼的身份 你居然什么都不说 别的都可以说是演的 但是阿姨 这绝对不是演的 真的太善良了 我哭死 看了这么多 我只想说一句 周瑶瑶真TMD的该死啊 这好的家人都要去黑 看之前 我觉得是周南南高攀宋家太子爷了 看之后 我觉得宋家太子爷不配 不过真的好好磕呀 请问真的在一起了吗呀 宋陈毅给这条评论点赞了 还评论 在追 但是难追 评论区的姐妹们 磕疯了 毕竟谁败八卦呢 而且还是爸总总裁和学霸 真是绝配 这一波波天的流量 宋氏集团接住了 当即就开了新品发布会 虽说是概念车 但依旧是人满为患 而且因为超前的设计理念 人性化的设计 不少人当时就直接交定金预定了 抢占市场先机 打响品牌知名度 一跃成了行业的龙头老大 作为宋氏集团的顾问 我每周只需要抽空去公司一次 一般就是在宋陈毅的办公室喝喝茶 吃吃下午茶 偶尔我也会去爸爸的车间看看 还有和管理层的李主管闲聊几句 一个月前他被高薪聘请了过来 当然他本身管理能力也很强 在这里更能自由翱翔 也算是 完了李主管之前 那么照顾爸爸的情谊了 爸妈一直和我说 滴水针应当涌泉相报 我很庆幸遗传了爸妈善良本分的秉信 半年后 在我跟着梁教授 参加科研活动刚回国时 就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姐姐在医院做手术 需要亲属签字 医院并不太远 开车两个小时就到了 曾经有些婴儿肥 笑起来有可爱酒窝的姐姐 此时全都凹进去了 瘦得不行 眼神里满身红血丝 神色憔悴又疲惫 不像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而像三十多不满沧桑的中年妇女 姐姐看到我后 开口就是指责抱怨 你怎么一个人过来的 爸妈呢 行了 你赶快去把废龙脚了 护士都来催我好几次了 然后把我升级到VIP病房 还要找最好的医生给我治疗 再找两个护工照顾我 等我病好了 我就跟你回家 我也是爸妈的女儿 他们的财产理所应当 不分我一半 我半靠在门框 似笑非笑道 姐姐 你当时不是在网上说了 和我们这家子寄生虫 断绝关系吗 姐姐神色阴沉 很狠道 那就是随便说说的 血浓与水 亲情是割手不断的 再说了 我也没做错什么 我不过就是眼里容过的沙子妈妈 你们也都是 我没有回家 你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现在这样 都是你害的 当初你要是帮我在网上澄清 说爸爸是受贿了的话 那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我还是仍然称赞的 公平正义的女神 我也会被大家追捧 成为网红 赚很多的钱 我告诉你 我不好过 你们也都别想好过 我走到病床前 紧紧地捏住了她的下巴 勾唇冷笑 姐姐 你不会单纯地以为你被网爆 当服务员 遇到经理 流产摘掉子宫 都是偶然事件吧 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会闯进爸爸的包厢 污蔑爸爸受贿 周南南 你是个魔鬼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我一巴掌 狠狠地甩在了她的脸上 勾唇冷笑 对 我就是来自地狱的魔鬼 来找你复仇的 你要是有本事 去爸爸面前闹 你看是你先死 还是我先死 当然 你要是愿意 我也可以提前送你一程 本来她还要发颠 但对上我冰冷狠立的视线后 打了个寒战 她知道 我是真的想要杀了她 前世她气得爸爸瘫痪 让妈妈被网爆人人喊打 每天只能去菜市场 捡烂菜叶子吃 若不是法律不允许 我又怎么可能 只是让她经历这些 我转身往外走 身后传来护士茶房的声音 年纪轻轻的姐姐 不仅子宫被摘了 而且也染了各种病 她早就是被我捏在 手掌心的蚂蚱了 拿什么和我斗 二年后 我把伯成功继续深造 宋陈毅新推出的 新能源汽车面试的当天 直接预定了三万台 成了行业内的传奇的存在 开启了新能源汽车的新时代 也就是同一天 姐姐的尸体在天桥底下发现了 护鼠炎热的夏天 恶心至极 哪怕是很有经验的法医和警察 也当场吐得稀里哗啦 她这两年各种放飞自我 最后因为得病被男友抛弃 她死缠蛋打不肯分手 然后男友就把她打得半死不活地 丢到了天桥底下 这还真的是人渣配人渣 绝配 姐姐的尸体是中午发现 骨灰盒是下午拿到的 我直接把她倒在了 前世妈妈捡烂菜叶子的 菜市场里的下水道里 让她下辈子 下下辈子 都给爸妈赎罪